接下来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开启那个 办理题 那个黑名单筛选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其实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 可能今天给你一个 这个会员的清单 那请你去 黑名单里面找找看 它是不是黑名单 如果是的话呢 你告诉我 那个你清单里面 哪些是 那个黑名单 OK大概就这样 那也就是说呢 两个范围 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两个范围的比较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 我有两个范围 我要比较一下 哪些是有重复出现的 那你要找出来的话 OK那当然不是叫你 土法练钢 不是说叫你说 你一个一个用眼睛比对 眼睛比对 我跟各位讲 这永远比不完 所以呢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这边有底下会有三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就是你要查的 比如这个email信箱 假设说有人注册了 那注册的人的email信箱 它是不是黑名单 是不是黑名单 那黑名单有这么多啦 从头到尾这么这么多 几万笔的资料 几万笔资料你要怎么比较 OK那如果说你要比的话 我看哇那这个太花神了 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很快的喔 OK不要花 如果像这个问题也是之前有一个在这个职场上工作的这个同学问的问题啦 那我说你这个问题很好 你们拿给我把我把它当成范例题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要快速的比对的话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 另外其实这个方法呢 我常用到就是说 你们有在线上签到嘛 那你签到为什么可以知道哪些人有到哪些人没到 那其实主要也用一样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就是比较一下 你们的点名单 跟你签到的 哪一些是有重复出现 有重复出现的那表示说你是到的 如果没有那表示你没有到 OK 不然的话呢 你们签完到之后 我怎么知道谁到谁没到 OK 所以你要懂得用什么 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解决你的相关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真的很 在职场上如果不会啊 真的很浪费 像我之前我问他说 那你怎么怎么查 他说他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C之后 然后呢到这边的话呢 他知道有寻找 所以Ctrl F Ctrl F就是寻找 或者你到常用里面 这边有个寻找 他就用寻找 那寻找的话 把这个贴上去 然后呢 寻找下一个 他找到了 那就试黑名单 他就把这个 贴到这边来 贴一个 OK 他试 但问题来了 这边清单这么多 他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查 总共至少要查多少次 这边一千嘛 其实他给我的质量更多 我只是说 这么多太多了 太花时间了 干脆我把它中断一下 其实他每天都要查这么多个 至少都五千多笔 OK 那如果每天都这样查的话 查到下班也查不完 所以用什么方式的话 可以一劳永逸 一次马上可以做出来 那这里面的话 你就需要用几个方法 第一个 可能你需要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在统计里面 统计里面有一个函数 它叫做C开头的 叫Count Count的话呢 在这边有个C开头 OK Count的话呢 就是 这个英文 中文的意思就是 就是计算数量 Count就算几个 算几个 那 单算几个 可能这个没办法做到 我们另外又必须用底下这个 叫Count if Count加 if 意思是说 帮我算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email信箱 在黑名单这个范围里面 出现的话 那你就帮我算算看 里面出现过几次的意思 OK 所以这边的话会用康义符 那找完之后的话呢 可能会有找到 也没找到的话 那再利用资料里面 有一个功能叫筛选 把那个有的 应该是要找那个 是不是黑 是黑名单的 就把它留下来 然后最后把结果贴到 查询结果 那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稍微把这个 黑名单筛选了解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已经到了同学 请自行到线上签到 待会的话 如果我有时候没有点名的话 我还是会以那个线上签到 当成参考依据 所以如果你到的话 你没有签到 那表示我会把你当成 所以有些同学有到了 那没有忘了签到 那可能你的记录会少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 OK 因为你们人数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每天都要点名 其实太浪费时间了 那你不点名好像又 因为如果说今天人出席率还蛮高的 我就可能想说好玩了就不要点名 但如果出席率小猫两三只的话 这感觉好像不点 但是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 不过当认真的同学不用担心 我发现固定熟面孔的话 其实平常成绩应该都会蛮高的 所谓的熟面孔 大部分都是做我大概距离我大概五公尺内的吧 我会扫描得到 我知道你 你还可惜的 上学期 这一题来看一下 这个是黑名单 这个是我要查询的 比如他这个会员又注册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黑名单 之前已经列为黑名单 那如果说我没有办法把它筛选出来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说他进到那个系统里面 会造成一些资安的问题 那就像说现在有什么航空公司也是一样 他们也有黑名单 所以有时候你被列为黑名单 以后你即使那个订了票 缴了钱 他还可以有权利拒绝你上飞机 OK 所以其实那他们怎么筛选 当然就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内部的人员 假如你以后当航空公司也是一样 你还是会遇到类似这种两个范围 或多个范围之间资料的比较 那要怎么比较会是最简单的 第一个的话请特别注意 黑名单在这边 那我们要查询名单在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一请各位把游标放在B2储存格 那做什么呢 就是利用我刚刚讲那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请各位使用那个 在那个统计类 统计类里面你找一下 统计类里面的话有一个叫conif conif其实顾名思义 他就是算算什么 conif就是算算什么呢 算如果conif 如果哪一个email信箱 在另外一个范围出现的话 那他会帮你算出现次数是几次 OK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会有两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两个问题 自卑最好因为他英文的 所以中文的意思是说range range是指的是 你要查询的范围在哪里 那criteria是你要查什么东西 OK所以理论上 criteria指的就是这个 你要查这个东西 那去哪边查 range的话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会跨工作表 所以你必须点选黑名单 那他会出现那个黑名单 惊叹号 表示说呢 这个是在黑名单这个工作表 那的哪里呢 记得点下A1 不应该是A2 A2点一下 不过理论上很多东西往下拉 我这个范围这么大 那我就怎么样 往下一直拉 往下一直拉 那因为他要2万多笔 所以你要拉多久呢 好还没到 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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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呢 他已经到了 已经过头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特别注意啊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但很多人 他没有 不会用那个方法 所以以后你去 那个 去外面上班的时候 记得 你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否则呢 你很容易被嫌弃 那这边的话呢 你老板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 来康乙福 我再做一次 第一个条件的话 就是这个 那range的话 就是黑名单 记得哦 对的方法 我做一次 一请你先点选 A2 点一下就好了 不用往下拉 二的话 请你记得一个快速键 上个学生有讲过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按住了吗 向下 全部OK了 特别注意哦 Ctrl Shift 向下 先A2点一下 他这样的话呢 会自动帮你抓到这个范围的 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哦 OK 这样说就好了 好了之后你按确定 他会告诉你1 诶 为什么是1呢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他看着嘛 算里面有 诶 就找到一个 那也就是说 如果找到0个 没有的话 表示不在黑名单 找到一个以上的话 那表示他在黑名单里面 所以底下的话 我们要全部做完 很简单 快速点两下 不过点两下的时候呢 这个范围哦 他的列号会加1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那个 A2的2 跟A后面的这个2万多列 把这个列号一定要锁起来 因为如果没锁起来 他向下填满 他就又自动加1了 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打个勾 点两下 全部找完了 OK 那也就其实啊 你们我刚刚点名啦 也是类似用同样一招 这个范围跟那一个范围 就是你们在那个 就是什么呢 你们在云端白板 不是在那个 学习签道部里面签那个道 对 那签完之后 我就把它拿到这边来 拿到这边来 不过哦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只有签学号 那我后来比对 干脆我用学号就好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不只签学号 全部签完的话 那我就省一个麻烦 那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学号抽出来 那把这个范围 跟哪个范围 跟我这个学号这一栏 做比对 比完之后 我就知道谁有到 谁没到 所以conif 那个范围 跟这个学号比 有没有 OK 所以理论上啦 如果你们有来 那就会出现 我待会可能会针对 没有来的做点名 这样我就省掉很多麻烦了 OK 所以你一来 你就签到 那我就省时间了 懂意思吧 OK 那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管理也方便 我也不用太让 以后的话你们在职场上面 都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想要知道 这个货到底剩几个 对不对 你要做那个 进销存的管理的时候 那如果你不会这些方法 说真的 难不成你要真的去算吗 每天都算完 你看那个便利商店 它这么多货物 每个都一个个点完 你怎么可能 所以他们现在都用什么 用机器 还有用方法 否则的话 你要管理一个便利商店 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现在全部都电脑化了 所以呢 他只要下班按一个按键 报表就都通通出现了 也就是他一整天的营业额 马上都出现了 靠了什么 就是靠这些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教你们这些东西 也就未来你们一定会遇到这些相关的问题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特别最后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我先把它砍出去 把它delete掉 一 游标放在B2 插入函数里面用统计类的conif conif里面就是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做下面这个 范围特别主要点这边一下 再请你点A1 特别关键的地方就是不要一直往下拉 关键的地方就是control shift向下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按确定之后 你要往下拉之前 请你把这个列号 因为它会加1 所以请你把这个列号 把它怎么样 把它锁起来 再打个勾 向下填满 就完成 可是这样还没有完成 为什么 因为这边只有告诉你哪一个是黑名单 哪一个不是黑名单 但是我要的结果是留下什么 留下这边是1的部分 0的部分不要 那这么多你怎么办 其实当然你们可以试 要不就用排序的 可是问题排序会乱掉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利用一个方法叫筛选 这个功能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会这个方法的话 很快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不会啊 很麻烦 所以我是觉得 我在职场上面看很多人 真的会用工具的人 真的做起事来 就是轻松切一两 要做完 做完之后还可以吃个下午茶 或者早午餐 每天在那边 很快就做完 因为我也不可能说给他太多事情 反正你都做完了 我还能要求什么 但是没有做完的人 每天都是很辛苦 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中午还在那边弄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这个方法 他就用土法练钢 土法练钢 不是他不认真 是他不会 所以有时候公司反而干脆说 不然你去上课 公司帮你出钱 不过这是比较佛心的 要不然你自己出钱 自己去外面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真的到比较佛心 比较有制度的公司 真的要到比较大的公司去 真的我发现蛮多大公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制度 而且还会主动的提供你一些资源 比如说你上课帮你出钱 我在上面外面上课 蛮多都是公司帮你报名 帮你付了钱 你只要来上课 就OK了 公司也不会太计较说 你到底有没有学位 我觉得这种公司还不错 还有更佛心的 甚至把老师请到公司 请到他们的公司去上课 像我也到那个像全球人寿 中国人寿 像统一证据等等这种公司 哇 他那个公司内部 真的是美轮美奂的 哇 跟那个五星级饭店一样 上班的环境 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他们薪资待遇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前提我是觉得 你真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要到 未来比较好的工作环境 还有好优渥的薪资的话 可能还是或多或少 还是要花一点 花一点力气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对各位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先试一下 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我刚刚讲的这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